在新北市新店中正国小一年级的新生正要来报道 但学校的大门口却发生了见血事件 因为锁定了小学生阅读市场的国语周刊业者 台北跟台南的两个服务处的员工 都为了要抢业机就爆发了冲突 其中有一派拿出了开山道来砍人 造成了三个人肩膀手跟背部都受伤了 国小大门口发生见血事件 小学生们吓坏了 家长们拉着小孩的手快步冲向大马路 目睹砍人事件大人一边尖叫 一边拉着孩子往外窜逃 今天是新店某国小小一新生的报道日 为了向小学生阅读商机 国语周刊台北和台南两个服务处销售员 各聚一边穿梭人群中推销 都是同事却为了抢业机爆发流血冲突 画面右边台北营业处请同友来壮大声势 其中一名绰号叫做赤木钢线的男子 竟然亮刀砍人 造成台南营业处三人受伤 其实双方不止一次冲突 台北的人曾在台南被打 前一天另外一所小学相遇 台北营业处的人就放话呛瞎 亲仇就恨小学门口砍人 小学生和家长老师饱受惊魂 中天新闻阿公雅麦潘玉中新北市报道